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我是激励男人郑框宇 常常会用自己的故事还有社会时事来激励你 自从我结婚之后非常多的男性同胞都会来信问我 框宇 你为什么想要结婚 以及到底我该不该结婚 这个问题我要告诉各位 我有三大理由鼓励你结婚 第一个理由就是啊 不管你在婚前是一个再怎么样有魅力的男人 我告诉各位啊 你在年轻的时候呢 只要你的所谓的条件够好啊 你是一定可以不断的去吸引到你想吸引的女生 那么吸引到你想吸引的女生之后呢 你会有一个问题就像当年的我一样 就是你永远不会珍惜任何人 因为当你跟这人相处不愉快 而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 你跟每个人相处长一定会不愉快的 可是因为你有魅力你有能力嘛 你就会不断的跟别人分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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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之后你就发现其实最大问题是你自己 因为你从来没有真心的想要跟对方一起共同长久的生活下去 你最爱的永远是你自己啊 你也只关心你自己啊 所以呢跟任何人不合你就say goodbye 跟任何人不合你就say goodbye 永远不会找到跟你完美契合的人 那是不可能的好不好 所以但是呢你过了某一个年纪之后啊 你如果没有一个固定交往结婚的对象 那么我告诉你哦 你再过了某一个年纪 你就发现你吸引不到你自己内心真的非常喜欢的对象啦 你如果不是持续的有名有钱有权 其中任何一项的话 你再也吸引不到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吸引到那个对象 然后你又面对这个社会各种的所谓批评歧视还有压力 你就会想哎好吧那我还是就就就就 那这个刚好喜欢我救他了 你就开始将就一将就就造成了你人生的走下坡还有毁灭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真的趁着你在状态最好的时候 赶快找一个你觉得很不错的女生结婚吧 否则你之后想结婚的时候你是找不到这么好的对象的 第二个我鼓励大家结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我觉得人从出生到死亡经历各个不同的阶段 结婚当然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对男人来说你要失去你的自由啊 失去你可能今天想干嘛就可以干嘛 然后你你以前做事情不会有人念你 现在开始每天都有人念你 然后你还要负担照顾小孩的责任 太多太多的压力和不自由 可是各位朋友你不结婚的话 虽然没有这些种种的压力 但是会有别的压力 我随便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你父母老去的时候 你的兄弟姐妹都结婚了 只有你没结婚 你觉得大部分人会认为照顾老的责任是谁 就在你身上 所以你可能要被迫 可能自己的压力 亲戚的压力 你要去照顾家里 那两个老的全部重担都在你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过去几年的快乐 全部都会毁于一旦 你再也happy不起来了 因为你没有自己的家 所以人家就觉得你要照顾这两个老的 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 人啊 我们就是要去体验人生各种不同的风景嘛 你不为人父 不为人母 或者你不去生孩子 你不去为人夫 很多这种人生的情境 你没有去体验 这个人生好像过得有点太单调了一点吧 对吧 所以我自己是鼓励大家 让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啊 结婚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我还记得我前一阵子看到一本书啊 还有它的作者非常非常受欢迎 书名好像叫做 把余生的温柔留给你 哎呀各位多美的书名啊 稍微翻了一下 大概就是那种比较年轻的孩子 年轻的朋友会喜欢看的话题 那么我看这些话题呢 难免会觉得里头有一些 为父心词强说愁嘛 那么你有这么多的感慨 要怎么跳脱这些感慨呢 我简单建议你 结婚生子创业 我保证你就不会有这些 有的没的想太多了 因为随之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生活的压力 可是压力也才会让人成长 生活才有趣不是吗 第三个我鼓励你结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现在年轻你一定感受不到 那种所谓的孤独 我自己的父亲啊 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身体非常好 能力也很强的人 我常常感觉哦 他是那种为了工作 是可以随时背起行囊 就说哎我要去外地采访了 就跑到世界各地的人 结果他现在老了 身体出了一些问题了 走不动了之后呢 在家里需要被我妈照顾 那么前几天我母亲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我听起来非常感慨 他看到我妈要出去的时候 居然会问我妈说 你怎么去这个南侃家 去了这么频繁呢 意思就是你为什么不在家里陪我 天哪 一个当年完全可以 不管家里发生什么事情 想干嘛就干嘛的男人 现在因为身体不好了 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 各位 我从我父亲的身上 完全看到了 未来我们男人老了之后 就是会这个样子 你会越来越萎缩的在自己家里头 这个时候 你如果是自己一个人 你要面对这么多身体的病痛 心里的孤独 你觉得你受得了吗 我认为很多人其实受不了的 你现在觉得受不了 所以你还没老到那个程度 等你老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一定受不了 所以 如果 你有结婚的话 你好好照顾你的孩子 照顾你的妻小的话 那么当你老到这样子的时候 就是会有像这样子的儿子 没事还是回家去看你 老伴念你的时候 虽然不怎么重听 可最起码你知道他关心你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 我自己呢 作为40岁的夹心饼干 上有父母 下有孩子 虽然有压力 但是我告诉各位 面对这些压力 我欣然的接受 我建议身为单身的你 也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 为人夫 为人父 尽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 谢谢